平常生活中常见的交通锥 才一直是塑胶 大家都知道 不过你能想象 它居然是靠医疗废弃物 重新制成吗 人工胜仗 导管甚至针筒 这些一直以来 民众必知 唯恐不及的医疗废弃用品 每年3万吨的量 可利用的只占7成 现在却能变身 车头登座 脚踏点 废物变黄金的关键 得先透过层层关卡 穿上隔离衣 走入零度冷冻库 避免细菌感染 筛选出可用医疗器材 这时候重头戏才要登场 经过冷冻式一面 人工分类之后 接下来就要来到灭菌关卡 透过135度的饱和蒸汽 杀死维生物 最后才能够进入下一关 高温高压45分钟 经过化学指示剂 检测合格后 就能进入后制阶段 人工思标 最后透过碾碎机 得到了细小塑胶碎片 就能送往各式工厂 制成工业用塑胶制品 除了焚烧过程污染环境 使用蒸汽器带 已经能达到百分百杀菌 不需要去担心说 它的技术消毒技术 是不完全的 因为目前它的杀菌技术 其实在我们自己厂内的 一个内规 还有在一个政府机构里面 他们都有一套 很完整的规范 只靠一念之间 就能充分利用废弃物 国内还有大学 研发甘蔗渣变身缓冲功能 除了能保护易碎物质 轻薄又能稀有特性 也被研发成桌垫保护垫 小兵力大工 垃圾也能变黄金 解成今天 李佩璇 新北市侧不到